我认为很多人是习惯于不停的往外去追求刺激 没有办法单独跟自己相处的人 其实是很容易对某一件事情或某个行为上瘾的 有一些人的上瘾其实是因为他心里的疾病 或是精神方面的疾病所带来的 但有一些人并不是 有一些人的上瘾其实是因为他心里的疾病 有一些人可能做这件事情一两次 他就上瘾了 那有一些人做再多次他也不会上瘾 而且这个年代会不断的让我们产生容易上瘾的东西 也就是所谓的多巴胺冲浪 或者是说会让我们很容易成名其中的一些行为 像是网络成瘾 抽烟吸毒 博博整天都在健身运动 或者是整天都在节食 网络游戏 爱吃零食 社群聊天 不理性的购物 暴饮暴食之类的活动 对这一种各类型各形态的上瘾行为 还有各种上瘾者彼此之间的差异的地方 我现在一样请Angel跟Arene分别来为我们说明作者吉儿泰勒的研究结论 那现在呢就请Angel来为我们说明一下脑中的四大人格 分别为怎么样的方式跟态度来看待上瘾这一件事 我们生活的世界是重视以财富民生地位来衡量事物 比较不重视我们身为生命形态的本质 所以许多人找不到生命意义时就会容易选择外物来逃避 例如药物啊酒精啊暴饮暴食之类的 那陈寅这种病呢跟社经地位还有教育程度都没有关系 不论是无家可归的街友或者是亿万豪彩里的富翁都逃不出陈寅症的魔障 在作者的脑科学的研究里面啊 当我们越爱学习大脑的神经细胞就会越活跃 会产生越多的连结 同样的如果我们和现实越脱节 脑细胞的连结就会越薄弱 我们的思维跟感受也就会越僵硬 所以呢好好的保护我们脑袋里的神经元连结 是很重要的 因为大脑天生就是喜欢成瘾的 成瘾的回路运作都是自动导航的 成瘾症的患者也几乎是无意识的选择 让自己成为那样的人 那当我们上瘾跟阶段上瘾的路上 这四种人格分别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一号人格会毫不客气的 抑郑延迟的批判 然后会告诉你说 为什么你被酒精控制了 为什么你没有好好执行我的 拟定的计划 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想法 而二号人格呢 他一方面会无法原谅自己 一方面又会想替自己开脱找理由 会觉得指责我的那些人 完全不了解我的痛苦 最后会因为压力太大 把上瘾的责任推卸给别人 都是你害的 三号人格呢 则会想和你在一起 一起忘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想跟你一起从头来过 他会积极的说服你跟大家很好 四号人格呢 则会告诉你 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 今天是新的起点 今天我们不要再碰酒了好吗 当你开始借饮的时候 一号人格会相信你 会好好的执行他的阶段计划 二号人格呢 则会偷偷的监督你 看你有没有好好的借饮 三号人格呢 则会很开心的跟你在一起 即使你破戒了 四号人格呢 会包容你 然后你下次不要再破戒了 如果我们的大脑不小心成瘾了 也不要太担心 我们是有足够的能力去打破成瘾的回路 只要相信自己 透过脑中的四大人格好好合作 就可以帮助我们厘清彼此之间的思路 借引成功 最好是不要对身心有后遗症的事物会上瘾啦 但是如果万一真的上瘾了 我们可以怎么样用自己的力量 来让大脑恢复成原状呢 这个部分就让Arene来为我们说明 来Arene 作者提出了复原的12个步骤 为了运用这12个步骤 有效的复原 上瘾者必须愿意先登出 左脑的一号人格及二号人格 登入右脑的四号人格的意识 或者至少相信四号人格在这里 随时可以上线 这样子才能继续我们的这复原之路的12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作者提到上瘾者必须要体认到 现状必须要改变 接下来接下这个改变的任务 第二个步骤呢 上瘾者必须要了解到 前方有个任务在等着我们 我们也必须准备好迎接这个变化 大家都会害怕变化 所以我们要聚集勇气 正视自己的害怕 接下来呢 上瘾者要愿意登出 左脑的一号人格理性意识 进入四号人格 必须觉察到这个是我们想要的 然后有意识的继续跟随 在我们打败成瘾的事物时 就可以摆脱这个成瘾的束缚 接下来呢 还有九个步骤 作者在书中里面提到蛮多的 欢迎大家来翻书 第283页到292页 作者提到就这四大人格的层面来看 不论是什么导致上瘾者成瘾 造成人格间延结的中断 但是复原的过程却是大同小异 我们若能将大脑会议这类工具 融入日常生活中 在平时还不需要大脑会议的时候 就加紧练习 我们在这个时候就能强化我们的回路 在真正需要的时候就能派上用场 我们能有意识的在不同回路模式中切换 轻松选择我们想要成为的人 以及如何才能成为那样的人 同时我们更能理解与 自身不同的族群的价值观 同时理解对方的行为 认知到彼此的差异处 就能和平的相处